男人正想约女友出来小酌一杯 却无意间拨通家里的号码 就在他想挂掉电话时 听筒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彼得连忙表示打错了 应该是56189才对 男人却回答 这里就是56189 彼得的表情逐渐凝重 一个地区的号码不可能重复 男人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号码 随即疑惑他是谁 彼得回答 彼得以为这是整骨 只有艾伦才能模仿得这么像 可当他说起口头禅时 诺文斯居然同步说了出来 两人都没想到对方能回答 彼得不敢置信 他现在明明在酒吧 怎么会在家里 诺文斯也非常疑惑 彼得又问起费士尔的父亲 是做什么工作的 诺文斯记起十几年前 他的父亲是一名消防员 退休后就到超市工作 彼得听完依旧不相信 这一定是幻觉 还没等诺文斯反应过来 彼得便将电话挂掉 他不想在邪乎的酒吧多呆 猛冲到公共电话亭 投下硬币 一一转动确认号码 嘴里不听祈求不要接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彼得逐渐颤抖起来 即便不愿相信这诡异的事情 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世界上出现了另一个彼得诺文斯 不管这是如何发生的 彼得要把他赶出去 诺文斯劝他冷静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彼得可不管发生什么 他只想回到家里 诺文斯说起一个设定 两个相同的物体 出现在同一个时空 但不能同时存在 彼得听完愤怒地挂掉电话 片刻地思索过后 又重新返回电话亭拨通 依旧是诺文斯接听 主动权显而易见 假设一切都是真的 他们可以同时存在 但不能同时领导 两个人可以过上幸福的分居生活 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 或许他能骗骗别人 却骗不了诺文斯 彼得不能一个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因为不喜欢分享 对房间的臭味从不理会 既然这样就由他来改变 从今天起 诺文斯会改变一切 彼得气得放下狠话 如果两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那个人只能是他 诺文斯毫不在意 彼得被锁在冰冷的门外 而他可以在房间里继续工作生活 彼得突然想到 他被困在里面 一旦诺文斯走出来 他就会进去报警 有冒名顶替者 试图闯进家里 胜利者最终还是他 说完便将电话挂掉 第二天便把资金转移到其他银行 紧接着在酒店房间里 怒喷杂货店 这样食物来源就完全断掉 在记事本上画的最后一条 彼得拨通家里的电话 得知诺文斯还过得不错后 彼得得意说出所有计划 存款账号已经被转移 也不会有更多杂货送到家里 如果出去买食物 他马上就会回家 可彼得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诺文斯已经出去过了 并且囤购坚持一个月的物资 全都是因为藏在家里的那200美元 彼得真想扇自己两巴掌 没事在家里藏什么钱 诺文斯想起杰克伦敦那本小说 这个故事现在发生在他的身上 没有彼得也能过得很好 彼得反驳肯定是那次照相后 某些东西从身体里跑了出来 诺文斯不再纠结原因 因为母亲早上打来电话 他知道上次去探病的时候 彼得谎称要提前离开 留下他一个人在病房里 所以诺文斯给了他家里的电话 母亲原谅了彼得做的一切 只想分享谨慎的生活 诺文斯不仅没有拒绝 还安排过来一起住 彼得听完绷不住了 诺文斯难得露出怒意 不再需要彼得操心 母亲的生活由他来照顾 彼得气得将电话扔到一旁 老太婆来了 她该怎么生活 第三天下起了大雨 在壁炉旁的诺文斯感应到什么 拨开窗帘往下面看去 彼得正在下面无助地仰望 随后再次拨通家里的电话 诺文斯也在等待这一刻 彼得开始的气焰被磨灭 每个人都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 诺文斯不由觉得好笑 彼得从始至终都讨厌别人 他还想解释被打断 彼得收取兰伯特的贿赂 利用职位进行宣传 无辜的人被骗稀释倾家荡产 彼得解释都是为了谋生 又没有逼迫他们 如果是诺文斯肯定会拒绝 诺文斯确实会拒绝 他已经举报了兰伯特的祸 彼得崩溃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这明明是彼得自己做的 说完便将电话挂掉 第五天的时候 彼得满脸苍白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诺文斯接管了一切 几乎身边所有人都讨厌彼得 吉米也是如此 但他会让这一切改变并且奏效 到时候的第一个孩子 会用彼得的名字命名 他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 彼得悲伤痛哭悔恨也没法 简短的通话结束 第六天破岁日 他整个人瘫倒在床上 房门也在此时被推开 彼得害怕地缩在一旁 外面的天空放晴了 钥匙也是从前台取来的 彼得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 喉咙发出沙哑的声音 彼得来到窗边坐了上去 短短的六天魔幻经历 两个角色得到转变 曾经的诺文斯只是影子 现在变成了真正的人 而彼得变成了影子 之后也会成为一段记忆 曾经的生活十分糟糕 那是一种看不见的慢性死亡 诺文斯正在努力改变一切 和吉米相处得很好 母亲也会在星期二到家里 在仅剩的时间里陪他度过 至少能弥补父亲去世25年里 对母亲的亏欠 诺文斯询问 还有什么需要的 或者任何想做的事情 他会去帮忙完成 彼得呆呆地看着楼下 所有的事情都被安排好了 但要确保在家里藏点钱 已被不时之需 诺文斯已经将钱藏好了 两人至少这一点是相同的 彼得缓缓伸出手掌 诺文斯就这样握了上去 就像交接仪式转换 彼得的身体渐渐消失 诺文斯看向窗台时 只剩下一张毯子 这是一场短暂的灵魂争夺战 一个迷失了自我 又发现了自我的人